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家全部满分好评 不载客不欺客 美食价格也是公开透明 先不说这里的小吃的味道口感 单凭他们的做法 就值得我们国家的无良商家去反思了 这个夜市名为泰国火车夜市 位于拉叉达夫街 同时也被称为拉叉达火车夜市 分别由美食街 酒吧街 以及跳蚤市场三个部分组成 这个夜市每天都会接纳数以万计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 其中的经济收益便可想而知了 为此 有许多中国商家也想入住这个夜市 但面对七分之多的安全保证书 以及各种食品安全上的问题 诸如食物的新鲜度不容造假 如果当天没有销售完 剩下的东西也不可以被带回家 更不可能出现在第二天的摊位上等等问题 中国商家们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只要违反其中一条 被举报后就要赔偿100倍以上的罚款 因此能留在泰国火车夜市的商家 全部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后的正规商家 并且全都有着百分之百的好评率 是不是非常震撼呢 所以说到了泰国 来火车夜市吃就对了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